歡迎大家收看Banneries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我和SD1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Adam Dinesh Manu的結他手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我和SD1的故事 陪我經歷了很多人生不同的階段 例如考試 錄音 社歌 還有演出 而在各大演唱會的結他手的Paddle Board 其實有時都會看到它 其實是一種很經典 很多人認識 很多人都會用的Overdrive Paddle 到現在我會幫人錄音 有時幫人做Mixing Reamp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用這隻Overdrive 所以是一種非常經典 非常好用 蠻用性極高的Overdrive Paddle 為何我會選擇SD呢 其實是因為有朋友送我 就說Paddle的Overdrive是很漂亮的 然後我試了Boss Monster一系列的Overdrive Distortion 唯獨是SD1 我會覺得那個慢用性極高 因為它可以很柔軟也可以 可以很強烈的Overdrive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運用性極高 例如可能我Rock去到Metal 粉絲可能Pock Rock的一些Reform 其實都可以處理得到 而我平時都會除了在Overdrive Paddle 這樣用之外 也會當作Booster這樣用的 1 5 3 3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